你比方说人要不要还保留春情 因为你比如说据我所知 很多夫妻结婚几年之后 实际上你知道吗 又打光棍了 俩人咱就算模范夫妻 实际上 这样是揭开盖子看 他进入了一种无性状态 往往很多情况下是从有孩子开始 所以有些女的还在投诉弄不明白 这有什么弄不明白 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生了孩子之后 我老公就不跟我同床了 开头说是因为孩子睡旁边 到后来孩子大了 他就一去 但是有的情况男人还挺老实的 他说我调查他 他在干什么 他偷偷的会看黄色视频 色情片看黄色画报 他倒也没有发现有证据 真的敢去搞外婚外的 但是你看就进入这种状态 而且有的女的 你知道吗 他甚至女的就会跟你说 说这种事 这个女的 养孩子或者工作 繁忙慢慢的 也就不想了 一般到40岁以后 没有就没有 到最后甚至这种欲望 萎缩了 他就真的没有 似乎没有这种需求了 可是另一方面 要不要把这个人的人性当人看 如果你尊重这个东西 那么就会出现小木刚才说的那一大堆的具体情况 好 婚外可不可以有情缘 可不可以当夫妻性生活彻底玩完的时候 可不可以分头去找满足 那么这个里面传统的这种嫉妒战友 又怎么处理 这个很难办 这个太难办了 其实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IMF总裁被控性侵犯的状况是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会有阴谋论的这个说法 就是不同的国家对看待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含义 比方美国可能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以为美国很开放 但美国其实这方面很保守又严谨 对就觉得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柯林顿被搞得很惨 对 但是在法国或者是说在意大利这些国家 大家觉得男生喜欢女生是很正常的事 这个女生这么漂亮 这个男生这么帅 他们怎么会没有情愫呢 不管这个情愫是一下了一天 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一辈子 但他有了你不能否定他 我觉得欧洲人是比较尊重这样的事情 可是在美国就会觉得你有问题 没错 所以你就不同的文化就会造成了不同的解读 也会造成不同人的压抑感 我就像你刚刚问的那些问题 可能在欧洲就觉得没有问题 你怎么了 你很辛苦吗 不会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都很开放 大家都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这很自然的事情 很多根本就不觉得 怎么会这么觉得很惊奇 我觉得你们人很压抑 其实我跟你讲 他是需要感情的节制的 感情的节制 其实我老觉得中国人不善节制的 什么叫感情的节制 比如真像他说的那样 好比说两个人他有个情人 然后这个情人长大了 他还是送他一笔钱 让他去找他的真爱 找他的归宿 爱上了怎么办 不能撒手怎么办 不能撒手 前面你必须离婚 你不能包而来的形式去做 所以像我这样的节累理节累理 才会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还是负责吧 就是对每个人都要负责 对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负责 不是 我必须要说 这真的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你也要看原配的选择 因为有的原配呢 就是没关系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守着你 跟你的小孩 然后我就可以过着 什么都不要的生活 没关系 你在外面怎么样 我都不管 有的人是只要这样就好 日本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随你拦着到外面去 只要你把 因为日本的公司的钱 是给太太的账号的 不是你自己没有账号的 那工资 反正你把家里安顿好 你该什么时候回来 你自己觉得 你就什么时候回来就可以了 他搞不好在外面 他做自己的生活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种情况 夫妻啊 你看这个跟西方又不一样 西方是说 要不爱了就离了呗 对吧 为了爱情而去结婚 但是在东方呢 我们把家庭看的呀 也不见得非跟爱情 有什么关系 因为亲人啊 东方人觉得已经是亲人 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 真的是工作 事业 生活 共同 这个公司 两个人共同创办的 有的时候你要打散了呀 事业都垮了 那么如何协调 这个里边的问题 因为这个男女之间 不仅是一对夫妻 从恋爱开始 恋爱的以后才有情目 所以叫爱情 可能还有什么别的爱 都在里面 但可能爱没有了 但一定会有情 有的情以后 怎么样维持这个家庭 你就必须要 不仅是生活上的一对 然后你工作上 也是一对的话 你就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新闻 说失奔了 我看他是工奔 肯定是为了他的 那个 他们那个公司的炒作 找到影响 肯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他干嘛在 他在发一个公开的帖 我走了 对吧 干嘛写那么优美的诗 这引起人家的关注 他以后的投资 可能会更多 我觉得这样 我是真的没想这个事情 安内人这种方式不一样 他看的事情太多 像全世界人民宣告 哥们奔了 那就是公奔嘛 那你干嘛宣告干什么呢 对吧 你像我这样 也不跟谁打招 我就跑到日本去了 那你就可以了 对 你爱干嘛干嘛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也没关系的 阿宝我问你 假如说 有一个男人 他是那么样的优秀 那么样的好 以至于呢 你不得不要跟另一个女人分享 你接受吗 我不得不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 他有老婆了 或者说都没结婚 但是呢 他就有两个女人 你是其中一个 但是呢 这个人呢 好 你不是有的女的就说啊 我宁愿要一个最好的一半 我也不要一个non-try 就是他就觉得 这个男人他太爱了 太好了 我宁愿跟别人分享 我也不要那个 那个那个其他的 其实有时候选择不见得在女人 你知道吗 没错 一个霸档拍不响 一个霸档拍不响的 有时候是男人的选择 男人就觉得 我为了要证明 我有多爱你 所以我必须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 那有的男人就觉得说 呃 其实我不用证明 但我两个都爱 那你们就乖乖的 那是他 那是他的能力 他搞定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问 我觉得你问我一个人是不准的 一定是 他没有办法 对 对 你也要看看他有没有本事搞定你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嘛 我到底他 我不要说贪图 我喜欢你什么嘛 对 我要的是爱呢 还是我要的是其他的东西呢 如果我要的是爱 我就要想 爱是不是可以分享 我就重新想这个问题了 爱是绝对的战友 还是我希望他开心 没错 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最开心 这才是爱的真谛嘛 要不然 要不然我只是把它框在我身边 但他不高兴 如果他也爱别人 那我就会觉得 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状况吧 但如果因为这个状况 我不开心了 那我就选择走啊 这不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不过问他 如果我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我是个女性 当然我肯定是男性嘛 就是说 我不可能在同时间 就是会去喜欢上两个人 或者这个平衡 那根本都不叫爱 那就是玩 如果真爱只能有一个人 只能是一个人 哪怕是只有一段时间内 单位时间内 其实往往要 你要够说 你爱他 往往是对一个的 另一个也是感情 但不一定是那种劲头 没错 这一段时间三年 比方说四年 再更长一点 但一般没有那么长 爱得失去回来 不可能 他一定是有别的事情 有亲情啊 还有儿子啊 还有小孩啊 然后加上还有事业捆在一起 这样的家庭才会长久 这就是小木今天的状况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北约空袭加利 阿拉伯世界骚乱南平 直面真虚中东 历史与文化渊源 宗教与民众心理如何解读 困境与抉择 又该何去何从 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相与启示 世纪大奖堂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排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但是你看啊 东方跟西方又有个不一样 当然我也不了解西方 西方说的这些事啊 还是好像比较独立 但是你看东方 这个背后 你像他讲原交 或者什么 都有一个经济上的 互同有无的关系 你说有些情况下 这个老男人也是真的爱 这个女孩子处出感情了 可是实际上他的经济基础 他的基础是是经济基础 对不对 那你这个男的就要很有努力啊 你也想找到爱 也想找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 你没有很多钱拿出来 他拿什么去等价交换呢 所以他非常要努力 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赚到这些钱 如果在日本 他一定是拼命去做这件事情 在中国是怎么弄到这个钱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贪官多 就是因为这些女人身上出的事 这话说的不公平了 如果他的性是很公开 很自由的话 他已经发泄完了 他不用去为了一个女人 不仅管一个人 还管他全家 哥哥姐姐 所以他要贪污很多钱 去迷这个洞 我觉得是他自己贪心 对 如果你本身对于你 你有的东西 是感到满足的话 你就不会奢求想要那些 你根本达不到 甚至需要犯法 犯法杀 他要拿到的事情 别来在女人身上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这个是他本事 没有金刚钻 甭揽的慈器活 对 小莫你看 都成金刚钻了 他真的是一个民事里的人 对 审则事情都是其来有之 而且规矩都在里面 只是你看不看得到他而已 但是我就觉得 总是你看 要不说很多语言 都是反着的 你发现没有 一般人老是讲下架 对不对 感觉这是女的干嘛 其实你看威廉王子 那个结婚 那都是攀高枕 一般都是女的攀高枕 这个里边是有爱情 可是你从经济学上来分析 作为一个大多数的情况 往往是互通有无 男的通常钱就是比女的多 尤其在东方民族 我发现这你不能不承认 爱情是真的 但是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 其实有些时候 我就觉得 你也不要想成是买卖 真的就是说 这男的钱比女的多得多 难道他忍心让这个女的 挨恶受动 挨恶受动吗 你说这个 难道这女的就真要叫 反正就不接受 我就要办 我就是跟你好 这个也不自然 是也没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 对 说到人叫 对 这你套 接着下来未经播出 珍宝总动员 其实套的一个就是我必须的 对 大家不认识 最后就到这个节目